天天饮食 精彩六月 央视主持人走进厨房 有何拿手菜 天天饮食 天天健 天天饮食 打理您全家的美食 奥运冠军健康菜 揭秘独家营养秘籍 大家好 我是杨明 我是莫快兰 我是张若震 我是杨阳 我是钱红 民间厨艺高手过招 家常菜如何做出大味道 天天饮食 天天健 每天早晨 8点36分 8点36分 中央一套 中央一套 一地套收看啊 已经很多年不做饭了 还得呀 还行吧 今天登场的是 艺术人生主持人朱军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天天饮食又回答街面了 我是董浩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要请一些高人 跟我一起来做饭 什么样的高人呢 就是我们央视主持人的拿手菜 首先登场的 就是一位我的好朋友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著名主持人 朱军 有请 来 朱军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 其实我虽然是主持这种 其实我在家里都这么做 他是确实这方面的高手 当然了有的朋友可能还说 人家还会做衣服 做衣服 他就提做菜的 说啊 这个高手不敢说 但是呢 我觉得在厨房里做做饭 有些时候呢 可以换一种思维来想 蛮有意思的 实际上其实是一种休息 不相信的话 忙碌的同志 您可以试试 对 现在厨房里做饭 是一种抢手 而且呢 朱军原来就跟我说 我们俩是好 他说这个 做鱼是特别大手的 而且最大手的是鲤鱼豆腐 这个鲤鱼豆腐 它这两种都是一种 不饱和的蛋白质 没错 去长不短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主料 辅料 主料呢 特别简单 开始上都有 普通的鲤鱼 还有咱们经常食用的北豆腐 比较近豆 辅料呢 我想每一个家庭也都原 盐 味精 糖 酱油 这是胡椒粉 这是料酒 非常简单 还有一些姜 葱 蒜 这些调料都有 那么刚才我说了一半 说这个鲤鱼豆腐 它是两种不保护蛋白质 它这个在营养价值这方面 互相取投的 而且这个味道一定也非常的鲜嫩 还是做 咱们第一步 我来给 我小工啊 现在还不用开 不用 不用开 我这个做法不太一样 我觉得像咱们传统的这个做鱼呢 会先用油去煎一下 我不知道这个煎炸的食品实际上对健康是不易的 不易的 所以呢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是觉得我的这个鲤鱼豆腐呢 是吸取了咱们中餐和西餐的长处 中餐西制 对对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鲤鱼呢 可能烧熟之后会有一些土腥味 其实特别简单 你看了 这个鱼啊 它在这个鱼的两侧 它有两条线 看到 对 很轻轻的拍一拍 拍一拍鱼 把这条线呢抽出来 不然有一种土腥味 这就可以去掉它的土腥味 这边也一样 炖的时候 慢的别倒轻 抽浆出来 就这两条线 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的去掉它的这个土腥味 然后改一下刀 有利于这个腥味 鱼入锅之前不用开火 先用凉锅 用凉锅 然后倒油 少许的倒一点 这个时候不需要放多少油 这个鱼在锅里头 这也很独特 看没有 放一下 然后把这个葱大段放进锅中 将切成片 这个看自己爱好 可以多放也可以少放 蒜也是这样 如果有的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吃蒜 那就可以不放 但是我做的时候 我是觉得蒜可以起到提味的作用 并且长石蒜也应该是有好处的对身体 这时候可以把调料依次的先放进去 就是这个 我这个 这绝肉 这个 我这个鲤鱼豆腐非常简单 好做 我们这么多嘉宾过来做鱼 我第一次看到你是这样 盐 糖 这个调料的多少 也可以根据个人的爱好 一人而已 喜欢甜的就可以多放点糖 酱油 老抽 这是为了让它提点色 注意啊 这一直都没点火了 对 这是 然后放入料酒 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的去一下鱼的腥味 对 胡椒也是这样 胡椒有那种颗粒的也行 对 放入一点可以提一下它的鲜味 加入点水 好 这有水 这时候可以点火了 可以点火了 小龚有事干了 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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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切成块 放在这个锅中 就放在鱼两侧的这个汤里 让它尽可能的吸收到这个汤的味儿 好 嗯 这种气泡很强 我们北方人都这么切碎的 一定其实我相信我妈妈在厨房里就是 哎 怎么样 省事而且不浪费 这种做法我看有很多观众朋友可能是 有点茅塞胎 对 因为什么呢 包括我在那一座鱼就发那煎鱼干锅 您看人家 嗯 火上油往里边一搁 而且这个做出来之后呢 它有这个清蒸鱼的那种鲜味 鲜嫩 嗯 沈从文先生那个鞭城里面 就介绍过这个菜 驴豆 驴豆 叫做金鸿一片 结果呢 他遗憾的是就没有把这个怎么做的这个做法给大家讲 你看今天 朱先生 这是这个朱氏发明的菜 对 真是可以干 够干 大概呢 我觉得也得有8到10分钟 8到10分钟 待会儿见 好 好 观众朋友们 现在呢 已经过去4分钟了 朱军呢 这百忙之中 参加我们的节目呢 不能放过他 咱们聊点家常 聊点家常 让观众朋友呢 一边看咱们做菜 一边呢 了解朱军平时在厨房里边的状态 嗯 在家里是 一有时间就下厨 嗯 也其实没有 因为家里人呢 都还比较心疼我 我要下厨的时候 他们也不让 嗯 但是呢 从心而论啊 我觉得 真正有时间的时候 我喜欢下厨 因为在厨房里呢 你刚才就说了 可以换一种思维方式 同事呢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你做完菜 端到这个饭桌上 家人吃的都搓着手 开心的时候 问他们怎么样 你会觉得是一种满足 朋友感 对对对 哎 现在我觉得 已经大功了 对 看上去怎么样 咱们 味道还行吧 恰当好处 恰当好处 现在就很火了 顺头 从锅里 让它油到盘里 对 油到盘里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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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猪君给我们这个电视今天 观众朋友 现在一道拿手菜 也可能 也可以说是自己的绝活 司法 全都给露底 那么也欢迎猪君今后继续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的 好好好 明天见明天见 谢谢 谢谢 下期嘉宾 年纪资讯主持人 紫宁 将带来拿手菜 爽口三拼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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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